在本日南投县议会召开定期会期间 针对近期性侵害频传 为保障县内学子安全 县议员张家者也交交县警局 是否有做出完善的配套措施 也要麻烦县警察局跟学校一起积极的来做妥善的安排 那另外我们县内还是有两所大学在 通常他可能这个外宿的地点又会更远 或者是说会行经比较多偏僻的地方 那这部分是不是我请我们县警察局的旅局长 针对这部分是不是也有做其他相关的这个积极的措施 针对县内某高中性侵案 朝春分局在网路上发言引起社会舆论事件 县运安人学也指出后续的处置相当不当 且县警局未尽到协助职责 警政单位应做出检讨 你有发现到你那个承办小编有问题吗 在编写这个破文的时候出现瑕疵吗 为什么外界会一直误导警察次案 警察护航发生这么严肃的问题 在我们的分局里面已经处理不当了 我们的总局了 可以就坐在旁边看吗 但我们业务承办单位的经验不够技能 不够专业度不够的时候 你有跳出来讲话吗 你有帮助警察局吗 你业务执导单位监督失职喔 像这样子的话刚刚有议员 当然肯定你的努力 我很肯定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让我们的媒体一直延烧嘛 好的新闻没有坏的新闻一大堆 先议员要指右也延续 朝春分局在网路上发言处置不当的问题 要求陷阱主要用于承担 在这里希望说我们竞争担委 面对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有承担 不是既然竞争要去承担这个问题 希望说有承担的我们的高级主管 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大家如果可以有承担 他后这个态度面对这个事件的态度 跟说后面要怎么处理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 希望说我们所有南投县民 都能够真的让大家感受到说 我们警政真的是我们人民的保姆 近期多起先行案件 严重影响社会治安 更导致大众舆论哗然 议员们也希望警方除了能做出规划 防止案件发生 对于案件后续处置 也应更加积极用心 记者卢宇凯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